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怡欣 我是Shirley 歡迎收看現代啟示錄 歡迎收看網路版現代啟示錄 我是怡婷 我是Andrea 曹操他在自封為王之後 他就把一同天下的夢想移轉給下一代 而且他最看好的是誰 不是曹皮喔 是曹皮的大兒子曹瑞 對 但是既然曹操這麼喜歡曹瑞 為什麼曹皮最後還是沒有把他立為太子 其實曹皮有立他為太子 但是是拖到他駕工前最後那一天 這曹心不甘情願的啊 最後一天才說好就交給你當太子了 那為什麼他那麼討厭他 其實這個要說曹皮一直對曹瑞有一點忌憚 包含他生母的原因 包含他各個其他的情況 我覺得他對他其實是喜歡不上來的 不過啊 據這個歷史記載 其實曹瑞對他的爸爸曹皮 還有這個郭夫人還是相當的孝順喔 那各位網友你們覺得 這個曹瑞他是不是有一些野心 又別有意圖 這片孝心的背後 他到底目的是什麼呢 曹瑞自小便聰穎過人 曹操曾經讚許的對他說 有你在 我曹家基業就可傳三代了 所以曹操因此非常的寵愛曹瑞 每次舉行招會驗想 都會把曹瑞待在身邊 讓他感受一下曹政的氛圍 衛民帝曹瑞是曹皮的嫡長子 和祖父曹操父親曹皮並稱衛氏三祖 他從小受到悅人無數的曹操異常天愛 證明他把這個長房長孫 看成是未來的繼承人 而曹瑞不僅年少聰慧 還有遺傳至他媽媽珍世的美貌 因此長相俊美 有領袖的氣質 而他的個性本身又非常地 成文少顏 善於決斷 所以這樣的一個特質聚集在一生 也難怪會讓曹操另眼相看 即使曹瑞深受曹操喜愛 不過後世的史學家 卻對他血統的純正性提出了疑問 原因就在曹瑞的母親征服 嫁給曹皮之前曾經是元夕的妻子 曹皮娶了征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曹瑞隨即出生 也讓他的身世更加撲朔迷離 那很多人猜測曹瑞到底是不是曹皮的骨肉 那後來當然這些事情在政治裡面 他不會講這句話 那我們現在推算 應該可能也許是 因為這個時間太吻合了 那不管怎麼樣 曹瑞是曹皮第一個兒子 也是曹操第一個孫子 曹皮雖然不曾懷疑曹瑞的身世 但曹瑞敵長子的地位 卻隨著後宮中的情勢消長 有了轉變 主要就是因為他的母親征服 為人溫柔善良 沒有政治心機 不但不爭寵 還常向曹皮建議 可以多納妻妻妾 讓子孫繁盛 而他剛嫁給曹皮時 也曾經相當受寵 為他生下一子一女 沒想到卻好景不長 根據《三國志》記載 曹皮原本對征服情有獨鍾 不過後來喜心厭舊 愛上另外一位美女 郭女王 而這個郭女王也非常地有智謀 能夠幫曹皮出主義來爭奪魏王之位 那這就讓曹皮另眼相看了 因為郭女王從會過人有傑出的才智和謀略 常常為曹皮出謀劃策 曹皮後來被立為世子 他就有相當大的功勞 也因此曹皮對他相當寵愛 甚至在剛繼位為魏王時 就進封郭女王為夫人 等於讓他和正妻征服平起平坐 為什麼郭女王反而會有這種魅力 後來居上 最主要是因為郭女王是有野心的 他可以跟曹皮共同謀劃 在繼承人的繼承位置上面 還有他當了皇帝之後的一些策略 其實跟郭女王都很有關係 直到曹皮預備稱帝時 他把郭女王帶到洛陽 進封為郭貴平 地位僅次於皇后 但是原配妻子征服依舊被留在夜城 封號也還只是個夫人 辛勤苦悶的征服 不僅沒當上皇后 就連見曹皮一面都難 他寫了一首詩表達心中的思念與牽掛 希望曹皮能夠回心轉意 那被冷落的征服開始埋怨曹皮 曹皮聽到之後大怒 下令要征服致敬 但是早就變心的曹皮 卻只看到征服心中的埋怨 一怒之下 竟然在皇初二年西元二二一年 派使者到夜城把他刺死 雖然中間一度後悔 但也已經來不及了 據說曾夫人在下葬時 以法覆面 以抗腮口死狀淒慘 也在曹瑞的心中留下莫大的陰影 而曹瑞也因為母親獲罪被殺 從未來接班人的身分 淪落成前途未捕的敵長子 逃避因為鍋女王無子 下令他撫養曹瑞 那成為曹瑞的祭母 不過成為祭母的鍋女王 對曹瑞並沒有對她不好 反而疼愛有加 但曹瑞卻因為自己母親被刺死 始終耿耿於懷 曹瑞就把這個算是二媽後媽 當作是自己的親生母親家看待 很多證實都講說曹瑞很孝順 皇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 曹皮策立鍋女王為皇后 還把曹瑞交給他來撫養 由於鍋女王本身沒有孩子 對曹瑞可以說是勢如己出 照顧得無為不至 而曹瑞看起來也對養母相當孝順 這個做法也許給曹瑞一個 六年時候不好的回憶 我們這樣看來曹皮應該對鍋女王 應該是疼愛有加 曹皮去世之後 鍋女王是沒有生育的 她竟然令鍋女王為皇后 在曹瑞的幼時裡面 她還沒有得到太子位之前 那麼她的地位其實 能夠庇佑她的這大母親 再來她也不認為她會得到皇位 照理來說曹瑞被立為平原王 又成為皇后的兒子 應該有相當大的機率 能夠成為太子 只是曹皮的心中 對她還是有些疑慮 直到一次父子倆一起去打獵後 才讓曹皮有些動搖 根據史料記載 有一次曹皮帶著曹瑞去打獵 那出現了母子鹿 那曹皮先射母鹿 然後要曹瑞射子鹿 不過此時的曹瑞 並沒有舉起手中的弓箭 她以仁慈的心去打動了這個曹皮 那自己來說曹瑞 我們現在看應該是文武雙全的一個人 那當然如果按照這種情況 曹操會看人 一看這個孫子 她就知道這個面相 不是一個普通面相 她甚至也講說 以後我們家就靠你了 只不過還沒等獵道的鹿肉祖熟 曹碧又反悔了 非但沒有立曹瑞為太子 還把她的爵位 由平原王匾為平原侯 那是否在這關鍵時刻 想起曹瑞對母親的不平 那沒有人能夠肯定 立曹瑞為這個太子的時候 當然她心中想的 並不是一個光是笛章子裡 不是 畢竟曹瑞是曹操喜歡的孫子 她也知道自己老爸喜歡這樣的兒子 但是曹瑞的母親是征服 這一點給曹操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征服是被你刺死的 曹操對曹瑞的態度 就這樣一直搖擺不定 直到黃初三年春天 她帶兵快回到許都時 南門無故崩塌 曹操心中有了不祥的預感 於是繞開許都 沒想到一回洛陽就病倒 曹操認為 既然曹瑞心裡有疙瘩 遲早會對鍋女王不利 就想立其他的孩子為繼承人 所以一直沒有封曹瑞為太子 直到病終前一天 才立曹瑞為繼承人 曹操一直到病逝的前一天 才終於鬆口 他為二十二歲年輕的曹瑞 留下了四位府政大臣 分別是和他一起共患難的兄弟司馬懿 提出九品官人法的成群 還有曹操時期的名將曹修和曹真 因為司馬他就是外姓 所以如果我們以曹操的角度 設身處地來想 他當然是要讓曹家的政權穩固 所以曹家政權穩固 在那個時期來說 你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在軍事上 因為還在成三國的一個階段 這是在軍事上面 所以最重要的重點是軍事 軍事上面一定要由曹家的人來做領導 當然很多人猜測 因為司馬懿的民生說他陰式狼固 可能會背叛 所以立些別的人制衡司馬懿 可是我們也看到政治記載 陳群跟司馬懿是相當好的朋友 那他們兩個如果說今天一翻覆的話 其實像曹真或曹修 他是沒有辦法做任何動作的 那其中曹氏中青占兩人 中氏外兩人 在權力分配上 兩人掌握軍權 兩人掌握政權 那這樣的配法 看得出來是相互制衡 黃初七年五月 魏文帝曹批在洛陽定市 享年四十歲 他只當了短短六年的皇帝 雖然經過曹批的歷經圖治 魏國國力強盛 但新帝登基 再加上之前的法無畏果 讓五鼠虎視眈眈 試圖趁虛而入 你說他為什麼會把皇位傳給我呢 因為先帝他別無選擇 因為只有陛下能一通大魅 Britishみたい 泥掉 到了 明年北岸 認識你 在icher行為 怎麼會把皇帝呢 只要坐在